举一个小例子吧 张鹤伦 张鹤伦一会上来 你比方说张鹤伦 伦哥怎么样 他要不说像他能干什么 烤串 他不用干回去了吗 咱不就 但说实话他能干烤串也行 这是本色 这属于他的一技之长 以前他是烤串的师傅 什么叫人才 身上有特点 就算人才 他有什么特点 他说了像上以后 再去烤串就不一样了 这特点在哪啊 他在台上爱干嘛 爱唱 老唱歌唱曲什么 爱唱个小曲什么的 你跟我说他比较 大家熟知的吧 小娟 就成名作 就像那 哎呀我的天啊 爱进那个 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呗 好吧 合唱也是好的嘛 我不怎么会唱那个确实是 小娟是不是很火 对吧 传播率很广 你要让他边烤串 哦 边唱小娟 这玩意多狡猾呀 不呀 你可以改词啊 改完词以后 他就不是小娟了 这能匹配吗 可以啊 那不叫小娟叫什么呀 小串 对 小串 对对对 这唱起来能好听吗 这不前面都是炉子吗 哦 拿个串 来 你给学学啊 哎呀我的天啊 今天买烤串啊 要是没人买我烤串 我再等两天啊 三天没开张 撒下辣椒面啊 然后再撒娇眼啊 如果吃了我的烤串 比我胖两圈啊 这是他的特点 哦 比他胖两圈 哎 还有人模样吗 让他来这个 哎 我问问你 啊 不说轮哥了 孟哥 你们队长 如果说不跟德文社干了 他能干什么去 刮眉毛 刮眉毛 你太损了 这有点 不是 刮眉毛前提是有眉毛啊 是有眉毛 你比他还损着 没眉毛刮什么呀 不不不 光眉毛不小 哦 他的自己比较有特点的是什么呢 什么呢 盘他 对 哦 这是孟哥的这个slogan 小喷口还挺好使 盘他 这会学长技 哎 离这玩意远点盘他 嗯 对不对 万物皆可盘 嗯 你比如说孟哥能干什么呢 啊 带盘 对 等一会儿 你还把自己逗乐了 你看 哎 我问你 带盘什么 带盘不明白吗 叫带盘啊 喝多了 嗯 我代价 这个保证安全 代购 哦 就是这儿买不着 我上别地买去 别地买去 找当地人 嗯 就带带盘 哦 孟哥就是 哦 代替别人盘这个文版 哎 对 叫带盘 我这手串买太多了 哦 我一人都盘不过来 是啊 怎么办呢 嗯 孟和唐来 哦 因为什么呢 因为孟和唐 他有多 对 不是 你吃过是咱们的 你吃过 不是 什么叫孟和唐 油多呀 这油 孟哥特意教的我 嗯 嗯 闻完这个东西啊 嗯 要拿哪盘呢 有什么窍门啊 这一盘 哪 那你先等会儿 这边看完了吗 这这一盘 看完了吧 来这边看 这这一盘 这个有个专业名称 叫鼻夹钩啊 哦 这边上啊 哦 我以为进去呢 我以为 就是 就是啊 那就是 用鼻子眼里塞的 我以为里面还有油呢 哎 都盘这儿 哦 拿着 拿着盘 怎么那么恶心呢 这个 咱正常的油 没有那么多 嗯 孟哥 你就擦完了 嗯 待五分钟 二斤油往下流 我 这太油了 哎 对 他能盘这个呀 哦 比如说吧 嗯 来个手串 手串能盘吗 我给盘他 哦 对对 嗯 来个扇子 盘他 扇子也能盘他 嗯 盘他 邓家 仙人球 盘他 哎 炸死你 啊 炸死你 得什么盘什么 仙人球就别盘了啊 实话实说 嗯 孟哥盘的最好的是什么 孟和盘是谁啊 孟和盘 我没说孟和盘 孟和盘干嘛呀 你什么啊 啊 我听错了 我说的是孟和盘吗 哦 哦 孟和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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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什么最好啊 啊 孟和弹怎么了 葫芦 这都督还没出来 哦 葫芦能盘 对对 葫芦 也是拿这个 鼻夹钩 哦 说明儿鼻夹钩 嗯 拿这个盘 哦 盘这葫芦 哎 拿个拿 拿葫芦过来 嗯 这可能不太像 拿个葫芦过来 盘 拿盘 盘了半个小时啊 嗯 嗯 就在这一个位置盘 这样啊 盘完之后 你再看这葫芦 怎么样啊 山楂都出来了 对 糖葫芦啊 盘 没翻译啊 哎 糖葫芦 我看着孟和棠啊 有点疯你 但不给他找工作了 好不好 哎 要是鸾云瓶 鸾云瓶不在德云社干了 他能干什么去 啥 没听见呀 我说鸾云瓶不跟德云社干了 太好了 我天都亮了 我这激动啊 哎呦 我没想到你 你再说一遍什么 我没想到你是个勇敢的孩子 等等 等一会儿 不是 你等会儿 现在 我刚才我还有后半剧呢 就是 就到这儿吧 牙音瓶才有离开了德云 Á 塞 鐺ラ 嘿 Á 鐺ラ 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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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走拉 嘿 哇 我还可以 咱別美 咱 бывa commission 咱別美 咱們別美 什麼時候的事 不是 我 哪听過 我 我提 我 来点泡丼 不是 我提醒你 我提醒你一下 怨望 终役是怨望 就不一定会实现的 你知道吧 我还问你 还有后半剧呢 就是鸾哥 他不是副总吗 他如果不跟德云说干了 他能干什么去 你给他找一工作 鸾哥嘛 鸾哥 你要找好了 我还真不干了 呦 呦 看看 听听 鸾哥我们家你去吗 天哪 真的好兴奋啊 比如说真的 咱实话实说 鸾哥身上的优点是什么呢 鸾哥也在自己手里 他的领导能力比较强 对不对 他可以俘获人心啊 这是一句好词吗 这个是 俘获人心是个好的成语吧 不是 就是说他很有大局观 对 对 他可以说服力很强 对 对吧 他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觉得他可以 带货 对 这都挨什么这都 直播带货呀 这么大副总 人家带货去 对 你可以 因为梦 梦哥 因为鸾哥呀 到底是谁呀 他喜欢美食 你是不是又赏这梦和谈了 你 别说话了 别说 你别说话了 我说上词了 咱们 咱们在说 鸾云鹏呢 鸾云鹏呢 没一个对的 鸾哥 他特别喜欢美食 我曾经问过鸾哥 我说鸾哥 您吃过最离谱的美食是什么 什么呀 炸蜘蛛 对 什么东西 炸蜘蛛 炸蜘蛛 对 这玩什么味儿啊 苍蝇味 对 鸾哥吃的太杂了 这玩意儿 什么都吃过呀 什么都得尝尝吗 全吃过 一会儿打开直播了 改蛤蜘了 鸾哥 对着手机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你叫 鸾美丽 好 你看这双眼皮 今天给你们介绍的这个产品 什么玩意儿 是我们的镇店之宝 哦 介绍一下 这个有牛肉味儿的 哦 哦 还有鸡肉味儿的 嗯 啊 吃完了之后 怎么样 咱们家的宠物再也不掉毛了 对 狗粮啊 我先给你们来一盆 行了 行了 就 这不能 这就别试吃了 挺好吗 等会儿 任云平带货不能带狗粮啊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挺好 能有物货就完了 我问问你吧 怎么了 新超贤 哪 如果你不在德云社干了 你能干什么去 不重要 不重要 哥几个安呗 再好了就完了 不是不是 你如果不跟德云社干了 你能干什么去 不是不是 你看 这就安排他是不是好好的 鸾副总我都给他安排明白了 是是 让他走就可以了 我没问你这 我就问你 你能干什么去 这不多好办啊 等你们走了呀 我就是德云副总了 掌聲鼓勵